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的1月1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1月 总共有了12月 现在是第一个 1月 我们是在美国的加州 这是1月1日 这上面写的是 美国、印度、香港、菲律宾 都是过这个节日 中国也是过这个节日 喇叭 2号的喇叭 喇叭 是中国的喇叭街 现在是回想 2019年的 2019年我们走过了美国的 49个州 剩下了阿拉斯加 很需要再走 我们在 就是过了一个 比较欢快的 2019年 实现自己的心中的梦想 环游世界 让世界离我们更近 我们走遍世界的佼佼落落 之前自己走过了 中国的 大半个中国 最北是到了大连 最西 到了西安 华山 最东是到了上海 最南是到了广州 再往南 就到了马尼拉 在美国的格式 最东是到了纽约 最北 最北是到了 波斯顿 波斯顿绵因那边 就是它的东北角 最西是到了加州 到了夏威夷这边 所以 其中也经历了 蒜天古拉 也提味了 美国的各地的风土人情 自己也去学校 学习了语言 外语是一门 就是要终身学习的 一个课程 可能现在自己是 小班 的英文水平 接下来我们就是想要 读一些经典的东西 经典的 这是我从 《学英论语》 这本书我们要 读一读 这很漂亮的 这是大学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是书版的 从右向左走的 我们要读这个书 然后还有 这是分开的 大学中庸论语 这是孔子的 孔子的 然后 这是庄子 庄子我们也正在读 老子 老子的 然后有这个 古文观止 然后有韩非子 还有其他的东西 在英语上面 我们就要读这个 中英文圣经 在夏威夷买的 和合本的中英文圣经 这个对我们会非常有利 还有如果您觉得 怎么让你快乐 What makes you happy 如何让你快乐 读读这本书 让你快乐 然后我们还有两本 就是我们去 Christine 基督徒圣经学院 学习 这教材 我们也要好好地读一读 然后 然后 早上的时候 就是七点半 起来 然后 做早餐 吃早餐 然后 做一天的饭 然后就去晚面晨练 晨练 晨练 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都可以 坚持成练 坚持锻炼 让我们是强劲 因为 环游世界是需要 财力 体力 智力 脑力 这方面 各方面都需要 就是各个方面 都需要去做准备的 我们要锻炼化身体 当我们就是机会来临的时候 我们不会让它错过 能够很好的去实现我们这个梦想 然后拍了视频 拍了有 一千 一千六百多 一千七百个视频 就是记录我们的生活 我们这个梦想是环游世界 现在是中国美国 还去了加拿大 然后像墨西哥 这些都是想去的 还有像瑞士 像德国 法国 英国 澳洲 非洲 中南美洲 巴西 阿根廷 这些 还有北极和南极 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 名单 名单之上 我们会一一去实现 还有就是 最大梦想就是能够找到 一个志同道合的女生 然后 两个人能够一起同甘共苦啊 过自己一种想要的生活 欣赏音乐 去旅行 读书 然后 我们可以做成练 可以做运动 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需要学的东西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学习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有自己的工作 现在我是一个人 一个人要独善其身 要自己进行自我的修炼 自我的体炼 让自己的功力更加的增强 充满来充满自己吧 充满自己 然后走到美国的角角落落 无论是在夏威夷 是在加州 北加 南加 还是在佛州 德州 还是在纽约 还是在罗德岛 我们都要录下视频 去记录这个生活 是在哈佛大学 还是在斯坦福 还是在杜兰大学 还是在不同的加大 加大伯格利 我们到这个地方 就去走进校园 去记录他们的生活 美国是我们的大学 中国也是我们的大学 我们在这个大学里面 要像海绵一样去吸收这种养分 信息现在是一个 大爆炸的时期 我们在YouTube上 在谷歌上 能够吸收很多的信息 但是实际上 很多东西都是从 比如道德经老子 从这上面 从经典上面来的 就是他自己进行了演绎 所以我要读 读经典的书籍 经典的子籍 经典的子籍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富有哲理 让我们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 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世界观 也有自己的 指导自己的原则 原则从哪里来 源头活水 就是这个经典子籍 孔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就是过去这些老师 这些老师 他这个就是经验的总结 几千年的经验的总结 然后是能够拥有一个中庸之道 能够把分分分分的世界 有一双慧眼能够看清楚 圣经是西方的一个经典 我们要去学圣经 有真言 有这个各个在故事 我们都去努力去学习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拍照 拍照片 去让我们的记录我们的生活 拍照片和拍视频 要提升自己的水平 在谷歌上 现在是谷歌地图上 我是十几 十几 就是要十万分 今年增取 再拿十万分吧 二十万分 然后就是把好的照片给分享给大家 这是一种快乐 赠能玫瑰收留余香 我们手上是有余香的 而且有美丽的照片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今天的照片 今天的照片 今天的2020年的加州的阳光 美国的阳光 我们拍出来以后 看着多漂亮 然后朋友就点赞 然后就问说 你这照片怎么拍的 赶快告诉我 这就是我们早上晨练的时候拍的 所以用这个美好的照片去记录我们的生活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有机会再给大家报告 感谢你的订阅 你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欢迎点赞评论 谢谢 我会及时回复给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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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